不不不 我也要折成臺電 這個整個整個電力的人講不出來 經濟部長拍胸脯 臺灣沒有缺電問題 但兩個月久起無預警跳電 好像連總統府都怕了 今年五月九號決標公告 總統府全面提升府內不斷電系統 近百萬元的決標金額 更是比阿扁時期足足翻了三倍 十年過去卻增加了三倍的 不斷電系統 其內容包括了發電機 變壓器 蓄電池 等因應停電池 供電無餘的設備 保證不斷電便常常來跳電 總統府花百萬公帑 維持電力穩定 但小老百姓卻只能拆了蛋 當時蔡政府跟全民保證的是 不缺電 不限電 結果全部破工 他現在要投資不斷電設備一百多萬 他怕缺電 全體人民更怕缺電 所有的企業更怕缺電 為何突然要升級不斷電系統 揭告前總統府沒有回應 缺電危機白眼前 如今用電高峰還沒到 蔡政府被質疑 一邊掛包證不斷電 一邊採購不斷電系統 閒字包 記者檸檬長城文藥台北採訪報導 匆 olho是一邊採訪 他通知金 事務主動員